今天要分享的是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的豪華組 他有正式的中文名稱嗎 經典人物 英雄人物系列 算是載具組啊 就美國隊長 與他的 美國隊長型號的車子 但本人買了後才發現 他的盾牌 好像這一組裡面我還沒看到盾牌 他的 盾牌 盾牌 在哪裡 沒有盾牌的美國隊長 就像泡菜裡面沒有 就像 臭豆腐裡面沒有配上 泡菜 壓血鍋裡面 我到底是說什麼 沒有盾牌的美國隊長 就像 就像什麼 臭豆腐裡面沒有泡菜 麻辣燙裡面沒有壓血一樣 這樣講好像比較順一點 哦 哦 在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哦 在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哦 找到了 他的盾牌 他的盾牌被用膠帶 黏在邊邊角角 盾牌在這裡 武器的部分 有用黏的嗎 武器是扣住還是黏住 武器是用膠帶綁住的 武器是用膠帶綁住的 武器真的很難拔 啊 這個 這個武器也太像衛生棉條了吧 搞屁啊 這種初清福利品 有時候塗 有些時候 塗裝上都會比較醜一點 輪胎先不拆了 反正輪胎就是讓它可以 商品的部分可以轉而已啊 先不拆 先介紹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是這樣 只是這組我覺得要詬病的是 他手肘是不能動的耶 他手肘是完全卡死的狀態 盾牌是可以直接這邊有個洞 他的猩猩被戳了一個洞 可以把盾牌直接插進去他的猩猩裡面 可以讓他背著啦 可是他手卻是不能動的喔 他手 頭咧 我靠 頭好緊喔 頭可以動 但緊到我以為他剛剛不能動 然後 我靠 腳的部分更慘耶 他腳的部分雖然可以往前踢 但是膝蓋部分沒有關節 腳 他的關節好少喔 這一組不OK 他的可動範圍 骨關節這邊也沒有 他只有這邊 腿部的關節只有這裡 跟這裡 可以往前踢 只能往前喔 還不能往後 因為他屁股這邊有個關節 所以要擋住了 然後頭可以動 這比12吋的角色還要弱耶 然後盾牌的部分可以裝在手臂上 只是他這個要稍微撥開一點 他是用那個扣環撥的 我的天哪 這一組呢 這樣扣住 可以扣住 可以扣他手臂上 但因為他手臂的可動範圍很廣 所以如果對方 往他胸口打子彈的時候 他只能這樣子擋 然後你要往他的腳擋的時候 他手伸不到腿 所以他一定會被打到人 然後你要打他的頭的時候 也打不到他的頭 也要完全伸起來這樣才能防具他的頭 如果這一組是美國隊長在現實中 我跟你講 這組大概出去沒10秒 就變成龍套被子彈貫穿了吧 可動性不好 真的不好 他可能是為了讓他可以塞進去 車子裡面 所以他把他的可動性 調降得很 很差啊 我必須這樣講 然後車底是這樣 真的如果買這一組的話 我必須講的是為了這個車啦 因為他這車所有的塗裝還不算差 正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就一個美國隊長大大的LOGO 側面是這樣 然後輪胎的部分 如果你不裝 其實看到他的後輪比較大 但我不想裝了 因為我覺得 有點讓我小小的失望 然後唯一的武器的話 發射型武器就這一把 然後配上這個很像 衛生棉條的子彈 為什麼是像這種奇怪 詭異的角度 扣進去嗎 塞進去了 塞進去好厚 這個就發射器 上面要發射器 卡住了 對 對 因為他角度不好吧 稍微要折一下 因為這種福利出七品 卡不住耶 對 對 壞掉了 喔卡錯了 好彈 喔可以 但很明顯的很弱 他臉剛剛牆壁都沒有彈到 這組真的是擺好看可以啊 那 拍那種定格動畫可能還不錯 因為是一台車子 他這好難扣 扣住了 然後發射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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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彈出去了 這樣OKOK 然後他的 這把槍的部分 他可以裝在這個後面啊 我不要裝進去 我怕裝進去到時候不好拆 裝進去裡面啊 可以裝進去 但因為我到時候這一組 我應該就是用成本價把它賣掉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車子是這樣啊 然後其實車子的部分 後面還可以佔兩個人 然後我覺得最好是他這個車的 這算哪裡啊 駕駛座上面的這個車頂啊 這算車頂嗎 好像也不算 可以打開後可以看到 裡面其實還有儀表版的貼紙 還算不錯啦 其實買這一組的話 就真的只是為了這台車子啦 他這個美國隊長我必須講 非常的失敗 有點讓我小小的失望 這是3.75吋的美國隊長的債具組